由北美现代汽车和现代希望之轮HHOW非营利组织宣布捐上1100万美元 用于持续比其终结儿童癌症的使命 今年亦拥有捐款将支持全国顶尖的儿童医院COVID-19测试 以及儿童癌症研究所 现代希望之轮将会在儿童癌症的这个月 也就是9月份当中举办线上握手捐款仪式 以挽救儿童宝贵的生命 现代希望之轮董事长主席兼现代汽车Newport-Ritchie 以及Wesley Chappell经销商首席执行官Scarp Fink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COVID-19的大流行是闪无前例的 这个疫情令我们意识到团结互助的需要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向儿童癌症患者提供治疗 和相关护理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但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寻求治疗儿童癌症的决心 在美国每36分钟就会有一个儿童被诊断出患有儿童癌症 今年是《现代希望之轮》第22年对于这个议题的持续支持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我可以 我地可以共同终结儿童癌症 强调保持希望以及共同努力终结儿童癌症的重要性 自1998年来 现代汽车和他们的经销商通过《现代希望之轮》 已经是为儿童癌症研究所捐赠了超过1.72亿美元 以挽救儿童宝贵的生命 《现代希望之轮》今年已经是向全国儿童医院 捐赠了25笔全新的研究经费 这些捐款包括了两类奖项 10笔年轻研究者补助金 以及15笔现代学者希望补助金 每笔是30万美元 获奖人是由美国儿童总留学会的会员机构所挑选出来的 每一笔捐款皆会在9月举办的线上握手仪式上颁发 《现代希望之轮》今年新宣布 就好像儿童医院和其他机构捐赠440万美元 以帮助他们对抗COVID-19新型冠状病毒 对于儿童癌症患者是一个特别的威胁 基于环子弱化的免疫系统 现代捐赠了给23间COVID-19 Drive-Thru测试中心 至今这些捐款已经帮助测试超过60万名民众 天后卫视 编辑不到